好,我們來給各位一個注意事項,因為我們用的是虛擬機中的虛擬機 所以我們是用虛擬機來實作我們的Hyper-V 那當然,所以要用這種方法呢,我們是用前面教各位要用操作虛擬化 微軟提供這樣的一個設定功能,那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功能可以讓我們的虛擬機變成實體機來安裝Hyper-V 那這邊呢,你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剛好這個地方,這台機器已經是虛擬機中的,裡面要再裝一個虛擬機 所以它基本上的網卡,我們先講外層的網卡,就以虛擬機就好了,不要講虛擬機中的虛擬機,虛擬機就好了 這台虛擬機呢,這台虛擬機,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虛擬機本身有一張網卡 這張網卡,各位特別注意,這張網卡怎麼來的 是不是透過我們的檔案裡面呢,你可以看到這台虛擬機器的檔案設定裡面,有一個選擇我們的網路界面卡 是不是我們選擇是X540 那我們X540是不是又不是外部 對不對,所以這個網卡在哪裡呢?在我們的本機的實體機裡面 好,我給各位看這台實體機的外層,有沒有 裡面的網路卡裡面呢 看一下,我們有一張網卡,我們找的是T2 對不對 那這張網卡呢,我們怎麼知道,是不是透過我們外層的這個Hyper-V管理員 我們裡面所設定的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這個交換器管理員裡面是設一個X540,選擇了這張T2 有沒有 那這張T2呢,是不是我們實體網卡裡面的這張T2 對不對 好,那這張T2呢,現在被我們這個虛擬交換器所使用了之後 它 不再只是 一張網卡 它 是一張網卡 也是一條通道 我們以前的一張網卡呢 只能給一個IP來使用 那這一個網卡變成通道之後呢 它本身沒有IP 所以它不走其他的通知協定 它只給我們的Hyper-V裡面 當成通道用 所以呢,各位要注意一下,你看這張網卡,我按右鍵選內容 看到這裡面 所有的協定是都沒有開的 然後你來看一下呢 它裡面呢,是有一個它的通訊協定 這個要開 還有一個呢,最重要的 Hyper-V 的一個通道 Gate Virtual Switch用的 所以呢,是這一個工 打夠了 所以呢,其他的 各位 就不要去勾選它 你不小心勾到了 可就影響到 因為其他的風發 這邊也要去處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在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剛剛同學呢 他在這裡面勾了很多事情 都被勾走了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什麼時候勾 你看 這兩個有勾 其他都沒勾 對不對 那我們拿一張 我們實際 現在是不是這一張 我是實物在用的 對不對 實物在用的 現在目前在用 我點開來 你看一下它的一個內容 有沒有 它是不是 其他 有沒有 這個是 不勾以外 你看 其他都勾了 然後呢 是不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這個是不是沒有勾 因為它不是通道 它不給Hyper-V用 這樣知道嗎 它自己要用 沒有 所以說呢 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當我們這一張 我拿第二張給各位來做實驗給各位看 這一張 第二張 這張是不是也沒有勾拳 如果你今天這張勾拳呢 共用 做一種共用這張網卡 它是產生一張虛擬網卡出來 所以你看我把它打勾了之後 各位呢 這一張現在T2 緊號2 緊號2這一張 有沒有 它現在是不是通道 只是我沒有接網路線 這樣知道嗎 好 它現在是通道了 所以說其他通通不能勾 這樣懂得知道 當你要用它 這樣你就不能勾 懂得知道嗎 好不能勾 那你現在如果要這張網卡也要有一個IP 不是它有IP 它不可以有IP 它要去產這一張虛擬網卡 讓你的實體來用它的IP 所以你看我打個勾 要一下套用 是不是產生一個X5是0緊號2 從這一張 延伸出來的一張卡 那這一張也是走這一個 與它網路2出去 是由這一個允許來走這個基督2出去 因為這一張卡是通道的 知道吧 我通道我要給誰走就給誰走 我只要產生10個虛擬網卡 20個100個虛擬網卡 都是走這個通道 這樣懂不懂是吧 好 那所以說呢 你看這一張卡就是有實際的IP 我按右鍵選內容 你可以看到它呢 它是不是這些都要勾選 因為這一張虛擬出來 它是要給本機設定IP用的 所以說呢 它不是通道 所以通道沒有勾 打勾 這樣東西是吧 好 所以說呢 在這邊的時候 好我再把勾選拿掉 你看我把勾選拿掉 按套料 對不對 然後它不見了 它還是通道 這樣知道嗎 所以說呢 這個通道裡面呢 不可以設置 它有的沒有的打勾 是不是都沒有勾 好 剛剛 我們同學這邊應該是有勾到 我剛剛有辦法 好多人把勾選拿掉 所以呢 很多的風暴會在這裡來處理 所以影響它本身的一個網路頻寬 然後我外面的虛擬機也要用到它 所以這樣它的速度會變得很慢 好那現在呢 我把這些勾選都拿掉之後呢 就沒有問題 它現在網路速度跟我們大家是一樣的 好那這邊呢 是額外的讓各位注意一下 通道的注意事項 虛擬交換器的通道注意事項 那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我們的虛擬機器 我們已經呢擺到我們的 擺到呢我們的一個重機裡面來了 好那我們針對我們的重機裡面呢 我們來跟各位來注意介紹一下 來 我們的角色 的使用 好我們開始來跟各位介紹角色的使用 好那角色的使用呢 各位來看一下我們已經讓各位把一台虛擬機器加進來 那這台虛擬機器你要特別注意它要 對應的是它的磁碟 它的磁碟 你如果沒有對應它的磁碟 那你這一個 角色 就會發生問題 好我們現在呢 你看我要來做一個實驗 對不對 我這台機器是不是連得到 所以說我按右鍵 選設定 有沒有 各位看一下 它 這時候呢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設定的內容 都看到了沒 看到了對不對 好了 很好 然後呢各位請你注意一下 這個虛擬機器目前誰在管 那我們呢 也要搭配我們的hydrary來看 今天如果不小心 我們經常發生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磁碟 跑掉了 壞掉了 我們要重加 或怎麼樣的 所以呢你可以看我虛擬機器放在這裡 我有跟你介紹過 之前有跟你講過 我們當你的磁碟 離開我們的重疾 是不是它的 磁碟代號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我來 我這個重疾的線上這個磁碟 我把它按右鍵 做什麼 從 2016 移除 4 好第一個是不是把它可用 指派給誰是不是不見了 所以不是指派給他 他們就不會做連動 虛擬機器移動的話 這磁碟不一定會動 這樣懂是不是 我指派給他才會動 再來呢 我現在呢 他現在是不是 磁碟還在2 我的虛擬機呢 角色是不是一樣也在2 在管你 所以說呢兩個都在同一個地方管你 是不是 所以就看得到 虛擬機器在我的 SERVO02被管理的 在這個地方 磁碟也在我SERVO02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在這個地方 好那我現在回到呢 這邊你看我把磁碟 當我磁碟要換了 換了 你要更新 加大容量 當然虛擬機器要關機嘛 對不對 那你看我把它移除 我原來25G請各位把它改成 28G 好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就確定 4 不是把它移除掉了 對不對 各位發現什麼事情 回到我們的HIPERV 你看一下上面這個角色 現在是不是一樣在SERVO02 來看一下我們的HIPERV 這個地方 一樣在它 但是你按右鍵 它時間還沒那麼快 來按一下設定 是不是還看得到 看不到什麼 我們的Y槽 對不對 但是 實際上你找一下你的磁碟機 Y槽是不是不見了 它不見了 因為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當我們磁碟機 看我們重機的時候 它是兩邊都不會連線 那這時候呢 你的機器如果開機的情況之下 這一台就是 慢慢的就關機了 盪掉了 就壞掉了 那 這個等一下時間 它要去偵測 偵測之後呢 就會發現 它的硬碟也長不到了 這個就會發生 嚴重的錯誤 你看我按右鍵再去設定 還是看得到 這是內定 那時候 剛開始的一個什麼 預設值 它停在這個地方 稍微等候一下 就會發生錯誤 嚴重錯誤 那嚴重錯誤 你要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要開啟我們的 電腦環體裡面 好 我們等一下一下 稍等一下 然後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這台機器呢 它找不到 我們的Y槽 因為呢 我們的磁碟 離開我們的重機的時候 兩台磁碟機呢 它都是離線的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讓我的這台機器 能夠 弄起來 那你就要做什麼事 你看我把它啟動起來 啟動不起來 因為發現 嘗試發生錯誤 因為沒辦法連線 找不到硬碟 那你要讓它連線起來 你要在 2這一台 因為你的虛擬機器在2 知道嗎 所以這檔案在 在2管理 所以你要把你的磁碟放在2這一台機器 所以你要選 適合2 這邊 有沒有 我按右鍵 是不是要選連線 它磁碟是不是要Y磁碟 對不對 它原來磁碟代表是Y磁碟 對 有沒有 如果不是Y磁碟機 你要自己趕快再把它改成Y磁碟機 那為什麼我不是Y磁碟機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過的 如果你磁碟機的代號沒有去設定 它是跳回來的時候呢 代號跑掉了 對不對 你說 怎麼跑掉了 就是你要設定 好 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呢 我現在呢把它開機起來 啟動 它是不是在開機啟動 它現在在滾機底下 是不是在HyperWin底下 但是呢 它又被重擊來管理 懂得意思嗎 但是因為呢 它被重擊來管理了 可以管理 但是重擊管理是不是呢 當我SERVER2挂掉 我的 這個SERVER2016 是不是要移動到我的SERVER1 這台主機上 這個名稱是要改成 A-SERVER01 對不對 但是 A-SERVER01裡面有沒有那個磁碟 沒有 這樣了解吧 那沒有磁碟呢 它就移過去就會挂掉 因為你的本機這台壞掉 這樣同一是吧 所以你必須要把你的磁碟 做什麼事情 把它加到我們的充機來 這樣才是我們要做的 好 那我們現在用開鏡的狀況呢 給各位看喔 對不對 來 那我現在已經把我的角色加進來了 對不對 那角色加進來又會發生一些問題 因為呢 當我的磁碟加到我的重擊裡面呢 它的 擁有者 可能會更改節點 不一定會在SERVER2 所以你看一下我按一下磁碟 我去新增磁碟 有沒有 把我的 25G 我剛剛說要加了對不對 那個等一下再加好了 我把它加到我們的充機來 加進來 好 它是不是現在還是在SERVER2管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台虛擬機器不會有問題 但是呢 進來之後呢 你要特別注入一個地方 有沒有指派給 給誰 如果這個磁碟 如果這個磁碟 你是新的空的沒有裝任何機器 那沒有關係 這是空的要讓你來裝 但是今天這個磁碟呢 是已經指派給 已經 目前是不是給我們的角色在使用 在這個角色使用 如果這裡呢 沒有顯示指派給我那個角色 請各位一定要手動去把它 加進來 所以要按右鍵 這個磁碟 新增初含裝置 把那個初含裝置 加給我這個 虛擬機器來使用 來這個角色來使用 關聯起來 所以呢我要關聯這一顆磁碟 加進來 好 這時候呢 你才看一下你的磁碟 一定要有這個名稱 這個磁碟要掛這個名字 跟各位講 不可以掛其他虛擬機器的名字 因為你的虛擬機器呢 在你的磁碟裡面是不是放在這個歪槽 就這個磁碟 你換到別人名稱去 別人跑了他跟著跑了 你這一機機器就壞了 這樣懂是吧 好 這一個呢 關聯的意思呢 就是你跑了他跟著跑 所以呢 你看一下呢 我們來叫各位來移 我們來先來看這個移動 磁碟跟我們的角色都要放同一個 都要能夠關聯住 所以說我們 角色名稱有了 我們的磁碟 指派給我們的角色 也沒有問題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不用去管磁碟了 我們要管的就是角色 我們角色呢 要按右鍵 有一個叫什麼 移動 對不對 好 我們在移動呢 我們先 跟各位講移動 有分一個叫什麼 即時移動 一個叫快速移動 所謂的即時移動呢 就是呢 線上直接call that go 直接把我的這個線上移動 快速移動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會把我的這個磁碟 這個虛擬機器 做一個儲存 移過去之後呢 再做一個行動 所以呢 哪個比較快 不是應該不是 聊哪個比較快 兩個比較快 不要講 要講的是哪一個比較不會有 哪一個不會造成機器 斷線的影響比較低 是不是叫即時 因為即時不會除水 這樣知道吧 好那個等一下我們來做個練習 好我們先來看看 好我們回到另外這邊呢 我給各位開一下給各位看 好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點到這邊的角色 從這邊給你看 基本上 我們只要在同一個地方看都一樣 你知道嗎 只是他會覺得 我移過去就要來這一台看 其實不用 在同一台 你只要看這個擁有的角色 好 你看我按右鍵 做一個什麼 移動 那移動什麼呢 我用即時移動 好 選擇因為我們只有一格而已 所以我們就直接選 選取 節點 然後是尋到1 按下確定 好他就幫我們移動了 假設 雷格鬥已經被 鎖定回維護 是我要付寫再一次 好是 好我們來把他移動過去 好因為之前 有一些 事情好像有問題 我們可能有一點 支援的問題 沒關係 我先把他關起來 好我們先不要用即時 我們要用快速移動好了 來移動 快速移動 選取 好按攝錄1 好他就幫我們做一個什麼 儲存 有沒有看到 等於可能還是有問題 沒有吧 有 有有過去了 過去了 對就移動過去了 有沒有正在啟動 他是儲存之後正在啟動 他起到這邊 所以我們移到另外一台去了 看到了沒 好也就是這個問題呢 我要跟各位講說 我要先讓各位知道移動 對不對 對不對 從SERV2移到SERV1 或者SERV1移到SERV2 現在也為什麼可以移 我們是不是要確保這台機器能夠運作 對不對 我們主要目的是這台機器能夠運作 假設他現在不管能不能是好來壞的 因為我是模擬 大家可能支援不足 沒關係 大家就說 這台是不是要讓他運作 那這台運作呢就是我們外面的這台機器要運作 對不對 我們實務上是這樣子吧 那我們現在說這台要運作 那運作呢 你看 從我的SERV2或者SERV1到另外一台的時候 這台現在有沒有網卡 沒有網卡對不對 來 我們呢 把我的機器加入網卡之外 加入我們同期之後是不是要讓網卡 來我們來設定一下網卡 看看會有什麼問題 那因為我們用操縱虛擬畫設定 所以說呢 我們呢 實際的環境是怎樣 我們來設定呢 我們的一個 虛擬加換器 好設定一下 好 來 那我們來準備設定我們的虛擬加換器 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呢 現在你看看呢 你的這台 虛擬機器放在什麼地方 你現在不用換他有沒有開機 這樣就好了 我們現在就說 有沒有真正開機完成功 我們就 他現在是開機狀態 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們這台是不是在SERV1 所以請各位就移到SERV1的這一邊 開啟它的HIGH合璧管理 好 它的底層 ROAM還是ROAM HIGH合璧管理這樣知道嗎 只是透過重擊來管理它 底層還是要透過HIGH合璧管理 好 我們這一台機器是不是要設網卡 按右鍵 選設定 是不是這裡要去選擇網路介面卡 是不是要選擇我們的虛擬交換器 目前是不是空的 所以沒得選 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沒得選呢 我們就要回到什麼 我們就要知道 這個沒得選就要透過我們的HIGH合璧管理員做什麼呢 虛擬交換器管理的交換器設定 來 等一下它 好 那我們的這一台 模擬的私底機是不是只有一張網卡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正正在用是不是有三張網卡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模擬只有一張嘛 那你是不是一張要給通道用 又要給本機用 可不可以 可以 是不是要做什麼事情 等一下外部 建立去比較安靜 這裡知道是打個勾 是不是要打勾 是把原來那一張網卡 對不對 射程通道 再虛擬出一張假的網卡出來 虛擬的網卡出來 讓這台本機的社會靈異人用 是不是這樣子 不然社會靈異沒有IP 你的通機就壞掉了 這樣懂得是吧 好 那我這一台社會靈異你就要知道你這台社會靈異的IP是多少 資訊是多少 等一下請按了套用之後有沒有 你原來那一張網卡IP就不見了 等我一下 你看這裡 我現在還沒按 來看一下我這邊 原來呢我這張網卡是不是有打勾 這兩個沒打勾 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只要看什麼 看IP4 是不是205 我的是205 對不對 然後呢我的 AD是201 所以你要記得你這一個IP 好記得之後呢 好我現在記得囉 對不對 等一下我要來算 這件是不是當網卡了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的hyperway管理人 是不是已經 選好了 這裡我們要改一下 外部 虛擬交換器 這裡要記得打勾 如果不打勾 你的本機沒有IP 對不對 那你的本機的功能是不是就壞掉了 那本機是不是要IP才能夠去做重啟 對不對 所以你本機必須要IP 所以說你現在只有一張網卡的節目之下 你一定要把這個打勾 如果你有兩張網卡 像我們的上課 實際環境的上課 是不是有兩張網卡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是不是都沒有打勾 我是不是拿這張網卡 對當了本機的IP 另外兩張當通道 是不是這樣子 好 OK 這樣好了之後呢 按下套用 來 按4 來看一下我的這裡面的這一張是不是多了一張 虛擬交換器 外部交換器多了一張假的網卡 虛擬網卡出來 他模擬出來的網卡 對不對 模擬出來的 好 這樣子沒問題之後呢 在我們的這個交換器理觀裡面 按下確定 好 那你現在要來做什麼 這一張網卡 看他IP有沒有跑掉 然後再來檢查這個 原來的這張網是變成啟動的 好這邊按右鍵 選內容 是不是有IP4 點下來 是把我們剛剛那個 實體網卡上面的IP 複製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用改 好 那複製下來的時候呢 你看一下這一個 原來的以太網路是本來的IP 現在就變成沒有IP的 是不是全部 我們的 協定是不是被我拿掉 自動拿掉 只留兩個 這個 跟這個 所以呢 這張網卡在我的這一台 虛擬機器 應該講模擬的實體機 是變成一張 通道網卡 然後他要出去就透過這張IP 好 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就知道了 完成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產生一個 外部的虛擬交換器 所以我們針對 裡面的這台虛擬機器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按右鍵做什麼 設定 設定呢 我裡面的這一台 網卡就點一下 外部虛擬交換器 對不對 按一下確定 好 這台機器是不是有網路卡了 如果這一台呢 等一下可以開機到連線畫面 我們來連線看看畫面 如果能夠開到畫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設IP的 對不對 它應該開不起來 我們再來調整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調整一下 讓它能夠開機起來 好不好 好 我到這邊呢 我們剛剛設定完了 我們現在目的要讓這一台 裡面的虛擬機器 能夠連到外網 能夠PIN的到外面 能夠開Google的網頁 好 那我先停在這邊 我來處理一下 好 繼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有介紹到呢 我們已經把我們設定 我們的虛擬交換器 但是 這個虛擬交換器 只設定一台而已 那我們現在呢 如果我們的虛擬交換器呢 設定一台之後 我們的虛擬機要移轉到另外一台磁底機 那要讓它能夠持續上網 能夠對外網路能夠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邊呢 我做了一個 環境 這邊來看一下 我剛剛的環境在哪邊 我先把12.1 在這裡 各位看一下12.1 12.1裡面呢 有一台 2016的虛擬機器 好我現在把它縮小 在這裡下 好那我現在呢 來看一下 我的12.1裡面的 Hyper-D管理員 我把它開起來 裡面的虛擬交換器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我已經設定了一個 叫外部虛擬交換器 好 然後呢 我的這一台 2016的 然後呢 的虛擬機 我要來看一下 它呢 指定指向外部虛擬交換器 所以它現在對外是能通 它的IP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這一台打開來 它的IP是 91.209 我現在從外面 的機器 Ping 19.168091.209 就是這台 它已經有回應了 可是這台是不是開機的 可以運作 好 那我們的重機呢 那我現在可以把這台虛擬機器 關掉囉 因為關掉還是在 連線關掉還是在運作當中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我現在呢 這一台機器 我已經在加入到重機裡面了 那我們呢 之前有 前面呢有介紹過呢 當它關機的時候移轉 因為機器沒有開機 正常 那我們現在 我們做重機的目的 就是讓這一台虛擬機 因為它實際在工作的機器 它可能做了一個 Web server 跟資料庫 那我不希望它斷掉 那如果server01掛掉了之後 這台2016 它們要移動到哪邊 移動到我的 server02 所以呢 這次現在在server01 讓它移動到server02 那移動到server02呢 這個pin 一樣能夠pin得到 要讓它能夠pin得到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移動過去會有什麼現象 當然呢 你來看一下 這台機器要移過去 你可以看到呢 這一台 server01 HP的 HP管理員 的虛擬交換器 裡面有一個叫外部虛擬交換器 名稱叫這個名字 那我們的另外的 server02 的HP管理員 一樣呢 我把它打開來 現在server02喔 來我把它打開來 它一樣要有一個名稱叫做 叫做外部虛擬交換器 目前這台是不是沒有 沒有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在這一台去新增 好所以呢我們就必須要在這裏去 建立虛擬交換器 把這個名稱一定要改的跟 剛剛 server01一樣的名字要一模一樣 好 外部 名字要一模一樣 當然這裡要擋個勾 因為呢我們只有一張網卡而已 好那我們來一下確定 確定 好 好當它呢建立好之後 那各位就可以看一下喔 我把這一個呢 跳的移到底下來 二我把移到左邊來 這底下可以看到這邊 兩邊你可以這邊來觀看喔 這台機器 現在在重擊管理員裡面 是在 server01 然後我這邊能夠聘得到 持續聘得到 那我現在要把移到server02 對不對 那我們的容錯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我們的server01 掛掉 我能夠容許 錯誤 就是server01掛掉 然後它裡面的這台新增機器 能夠移轉到另外一台 能夠持續工作 那我們來模擬這台server01掛掉 對不對 就把按右鍵 做關機 就掛掉 不是手動喔 我們就假設他 server01 不小心壞掉了 不管任何因素 我們先不管 那裡面的2016 TEMP是不是要能夠工作 對不對 好現在你會看到 這裡是不是已經停止了 有一個等待停止當中 對不對 它是變成一個儲存 有沒有 那我們來開啟它的 重擊來看一下 是不是正在啟動 它有停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丟了五個封包 是不是呢 又再寫中起來 看到嗎 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到我們的server02管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呢 這裡的HR管理員 是不是移到server02了 它一樣要連到server02裡面的 HR裡面的外部去移交換器 名稱要一模一樣 它才能夠互相設議 那現在呢 它對應到了 它就移過來 所以管理的時候呢 在我們的server02管理的時候呢 它一樣能夠找得到它網卡 它能夠繼續工作 所以它中間掉了五個封包 但是呢 因為一定會掉的 那這個掉的封包就因為它自帶已經壞掉了 然後呢 它如果自動起來 它就必須要做一個儲存 然後再把我們的管理權移過來 再把它啟動起來 然後它也要是不是要 要去做一個什麼硬碟 要從移轉 磁碟機是要移轉 從server01到server02 這一個要做移轉 移轉到server02的時候呢 然後呢 機器再做開機 然後呢 就持續工作 那對於我們的網管來講 有需要做任何事情嗎 不用做任何事情 對不對 你到這裡設定好 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好 那這部分呢 我們這個章節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再來做 介紹別的 我們先讓各位知道 主要的目的要完成這樣的一個封文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我先讓大家看看 請sil